死悲分离 这死苦 自身死大 于经世眷属 细节分离 这佛法讲得清楚 云居云散了 又云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 聚会几十年 圆境的就散开了 不再有这种念头了 藏民 所讲的中阴 他们对于中阴的状况 知道的很多 告诉我们 中阴神真有 人死了以后 他对于生前 留念呢 有不是没有 少数 大多数 这个死了之后 对于这些情 情感呢 就很淡薄了 甚至于 不愿意再联系了 甚至于 不愿意再联系了 那么深的感情 淡薄了 毕竟呢 他是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 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人并没有死 人并没有死 生死是身体 确实没死 活动的空间很大 如果死了 怎么会去投胎呢 你要晓得投胎 人就没死 修行人 能成菩萨 能成佛 那怎么是死 死了还能成佛吗 确确实实 如 慧能大师所说的 我们的灵性 不生不灭了 真的不是假的 他的原话说 何其自信 本无生命 没有生命 自信才是真正的骨 可是自信 是共同的 佛在大臣经上 把他比喻做大海 自信像大海一样 那我们一个人呢 像大海里起个水泡 大海是自己的本体 水泡没有离开大海 水泡很多 就像很多人一样 同一个自信 所以同一体 慈悲从这生出来的 因为是一体 所以佛家讲 同体大悲 那悲是怜悯性 因为同体 因为同体 自然的 慈是爱性 没有条件的 无条件的 无缘大慈 同体 同体大悲 那么在极乐世界 这八种苦 都没有 谢谢 谢谢 谢谢